张华县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26日上午在张华市林仪餐厅办理会员大会 县长王惠美表扬八位好人好事代表 同时也恭贺李世勇、技术林两位 获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得奖 希望能抛砖引玉带动更多善心人士投入公益 提升正向的社会力量 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 感谢我们中华官好人好事协会 把我们中华官一间平所时默默在做好事的人 提布出来做相关的标用 那特别是来这里还推荐两位 到全国去参加我们的八得奖 一个就是我们的李世勇先生 就是技术林小姐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也表扬了八个我们县级的好人好事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行善的过程中 能够抛砖引玉更多人一起来 让社会善的力量继续来提升 那也让我们这些从事默默在做事的这些 相信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用他们精神来感化更多的人 很荣幸能代表彰化 今年获选110年度好人好事八得奖 得奖人 我是在民国85年 那一年我正好是38岁 几个同号的朋友一起发起 衣麦子灯笼爱心送家福 联系了已经26年 今年呢还是要一样的 在彰化山商旧的山商百货公司那个地方 衣麦子灯笼 到时候请各位乡亲能够大家来共产盛级 来帮助我们彰化家福中心有3400多名儿童 今年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110年度全国好人好事代表 及彰化县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 在此非常的感谢感恩 王县长恭贺江昭志女士等八位当选110年彰化县好人好事代表 时时发挥人心与善举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精神令人感佩 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好事 把善的意念分享出去 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 公益频道黄石亭彰化采访报导